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完最后一通催债电话以后 面对着滚滚江水一跃而下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死 被浪拍在了沙滩上 哦 是一座荒岛上 于是男主采取了一系列的自救措施 结果都没有成功 后来男主就想啊 死在哪里不是死 于是他决定再死一次 就把三尺白绫 其实就是一块破布条挂在了树压上 把头缓缓的伸进去 正打算一了百了的时候 结果防空警报响了 男主就想啊 众多革命先烈 用血换取的和平 我不能破坏这一刻的庄严性 等防空警报响完再死 好不容易等到防空警报停了 就听到了咕噜咕噜的肚子叫声 你以为是肚子饿吗 你太天真了 是要拉响的声音 男主赶紧的把头从破布圈里拿出来 去方便了 在方便的时候 他发现了海参花 还尝了尝 嗯 味道还不错 不过他好像忘了自己在拉响 男主其实这时已经不想死了 死都不怕 还怕活着吗 于是他就一个人在这座孤岛上 开始了鲁宾逊式的生活 靠检被浪打上岸的生活垃圾过活 日子还过得有滋有味的 结果被一个杂酱面料包聊起了秦淮 想起了自己曾经多么不屑一顾的杂酱面 好想吃 怎么办 吃货的力量是无穷的 哦不对 吃秦淮的力量是无穷的 于是他开始想办法种小麦 从鸟屎里提取小麦种子 结果种出了一颗玉米 当然 玉米也能磨成面嘛 男主吃上了城市中最原生态的杂酱面 边吃边哭 幸福的眼泪 在电影的27分时 我们的女主出现了 她比我们的男主也好不了哪里去 棚头垢面 卧室像垃圾厂 不出门 只靠一台电脑和自己的异想过日子 唯一的娱乐活动是拍月亮 因为月亮上面没有人 在每年防空警报响的时候 是她最重要的时候 她才会打开窗户 用望远镜看看这个城市 原因是很多场所都没有人 可是这次她遇到了我们的男主 没有一见钟情 没有一眼万年 只有惊吓 女主用镜头记录了男主 荒岛求生的全部过程 最终得出结论 她是外星人 于是女主决定代表全球60亿人 与男主进行了交流 使出了我们的终极必杀计 漂流瓶 女主给男主扔漂流瓶 男主在沙滩上写大字回应 在影片一小时零二分的时候 两个人终于有了交流 碎了一句 Hello 两人的交流越来越频繁 女主看到男主那么喜欢种玉米 她也种了玉米 她知道玉米的幼苗 是男主全部的希望 突然有一天 女主在网上营造的 美丽上纪美少女的形象 被人质疑 骂声铺天盖地而来 心痛到了不能呼吸 而同时台风大作 男主的玉米苗遭受摧残 二人的希望面临时毁灭 当第二天阳光到来的时候 仍然有一颗玉米苗 茁壮生长 希望还在 最后男主被人发现带上了岸 这时的男主造型就像一个野人 踏上了公交车 而女主为了追男主 第一次跑到人群中去寻找 在即将错过了的时候 防空警报又响了 女主跑到车上了 在影片快结束的时候 男女主终于说上了第一句话 或许这就是爱情 这部影片的男女主 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子 没有人理解 每天都想逃避 孤独地像条狗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活着就有希望 至少我们还有一碗杂酱面 好了小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到此结束 关注小九 每天一部好电影 每天一个好心情